今天做了雪花山楂 在小程序上面买的山楂 没有看大小 个头比较小 但是这个可能因为是硬季 吃起来还蛮甜的 粉粉的绵绵的 很好吃 我这里一共是半斤的山楂 放进大碗里 加清水 多搓洗一下 洗过之后 把上面的地给去掉 然后把表面的水分给擦干 山楂表面一定要是干干的 这样才能够挂糖 山楂一半量的冰糖 125克 加125克的清水 小火熬一下 把冰糖融化 再看着它的变化 全程都用小火熬 其实最好用白糖或者白冰糖 熬出来的雪花才是白色的 因为我这边在下雨没有出门 刚开始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水分 水分熬干 变成这种密集的小泡泡 并且看起来糖水比较粘的状态 关火加一点白醋 白醋可以让雪花颜色更白 搅匀晾个两分钟 然后再把山楂给倒进来 关火的状态下就慢慢的翻炒 炒着炒着糖液会慢慢的凝固 接着就会吸出糖粉 还是不停的炒 炒到糖液完全凝固 像这种状态 表面是沙沙的 每一个都裹满一层糖霜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雪花山楂球就做好了 因为用的黄冰糖颜色不够白 自己吃嘛 无所谓 但是它做出来真的很好吃 甜甜的 带一点点酸 山楂是非常绵软的 自己做的没有添加剂 吃起来更放心 喜欢的朋友赶紧来试一下吧